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旱多年的大兄妹二话不说 拽起水哥就回家开车 由于水哥经常以出差为借口 三天两头出门 为了防止水哥在外面花天酒地 于是就找人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半年后 大兄妹的儿子小帅带着女友小白回家 看着凭空多帅的后爹 小白感叹阿姨还真是不简单 到了晚上 水哥和小帅聊起了人生 谈起了理想 水哥出的厅堂 入的厨房 因此很快就让全家人刮目相看 为了真正做好一个父亲 水哥还把不听话的小儿子给收拾了一顿 然而互联网灰灰 疏而不漏 水哥上了通缉榜 这时隔壁的王奶奶突然出现了 告诉大兄妹 说新闻上看到一个通缉犯的画像 和你老公真是一毛一样 被爱情冲昏了头的大兄妹自然不信 然而这一切都被水哥看在眼里 水哥害怕事情败露 于是偷偷溜进王奶奶的家里 直接让他领了盒饭 转场之后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的时候 大兄妹的前夫淡定书出现了 上来就是一顿数落水哥 结果两人大大出手 并且准备和小帅两人双管齐下调查水哥 两人这么一查 还真查出事来了 于是找到了水哥 就说你也别装了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水哥想着这还得了 于是施展一个暴击 直接让他领了盒饭 第二天 大兄妹的闺蜜 就让水哥把个人信息背个案 为了防止自己的身份被发现 水哥慌忙辞了职 凭着女人的直觉 闺蜜觉得这祸肯定有问题 于是告诫大兄妹 没事长个心眼 被洗了脑的大兄妹却不以为然 只要她不离开我 什么都好说 终于有一天 隔壁王奶奶的尸体被发现 小帅的第一感觉就是水哥 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白 单纯的小白就说 你没真凭实据 瞎扯什么玩意儿 水哥觉得这家人开始频繁地搞事情 很显然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于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直接把逼着自己上班的闺蜜送上了天 与此同时 小帅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 于是溜进了水哥的房间查找线索 这一下就看出事了 这边大壮也怒了 这还有完没完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 那就别怪我让你们领和饭 大兄妹吓得一个急转弯就跑返向 关键时刻小帅冲了上去 反而扭打起来 从客厅到屋顶 从屋顶到地上 场面各种激情丝射 嗯不对 原来是雨天狡猾双双被摔到了地上 当小帅醒来后 水哥已经人间蒸发了 影片最后 在水哥寻找他的另一个家中结束了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 女人不要高估自己的颜值 随便相信对你搭讪的男人都是真爱 万一他是个杀人犯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继父疼死你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小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